MN 應該這樣講 年代跟E電市兩家公司原本勞動權益的落差就很大 因為一定是有工會在 年代沒有 對年代沒有工會 所以其實年代公司一直都在違法做了很多的事情 比方說他們 我們到最後去找勞動局的時候才發現 原來年代的全新病假一年有15天 對 年代也有五一勞動節 年代也有台風假 在他們工作規則上面寫得清清楚楚都有的 但是當我們提出要求的時候 年代很快的就已經修改了工作規則 而且年代的勞資會議也全數通過 同意修改這個工作規則 伊甸市當然不可能這樣子 因為他從頭到尾沒有跟我們談過嘛 他就片面的把這些 不只是五一勞動節 不只是宅房價或者是全新病假 還有其他很多相關的福利 他都片面的緊縮了 當然當企業沒有獲利的同時 工會絕對會支持公司 縮減一些福利 但是我覺得五一勞動節跟災房價 這樣的屬於勞工基本的權益 這個不叫做福利 這個是企業營運的成本 你不能把它當作福利 我為什麼這樣說 我們放眼望去 現在四家無線電視台 五家Cable台 我是市長新聞台 包含如果加上一些體育台 或者是綜藝台的話 哪一家沒有放五一勞動節 哪一家沒有放 年代一電視 還有哪一家 還有哪一家 大家查一查 哪一家沒有放颱風架 哪一家沒有放災房架 我覺得 看電視的觀眾眼睛是雪亮的 如果今天公務員從家裡到上班都怕發生意外的話 如果你的小孩在當記者 我要到海邊去 我要到山崩的地方去 我要到大風大浪的地方去 我要去高雄的氣暴現場 當地人都在休假了 我們去現場工作 沒有津貼 沒有家籍 什麼都沒有 一天工作十五六個小時 睡也不見得讓你睡得好 連當天給你一個栽房價都不給 你覺得這家新聞台新聞會報的有品質嗎 你是記者你會心甘情願嗎 為什麼一電視從去年 現在是814空軍節 去年的814號 不要 814號已經被接收了 去年的年初 4月份之前到今年 一電視新聞的數值落差到底有多少 不管是內行人跟外行人 都可以看出他的差異在哪裡 一電視在交易之前 一電視在交易之前 就很多記者問我了 因為我代表公會 他說對於新的老闆你有什麼期許 我說很簡單 你只要對我好 我就幫你拚 我只講了前半段 現在記者不願意拚的是為什麼 你對我不好啊 這很正常的 那你們有認證 好像是勞動職員做這個 的申訴或勞動職員 然後後來跟老師當時沒有做 那種什麼動作 我自己是跑政治的 我政治也跑了蠻長的一段時間 我們一直知道台灣的法令有很大的問題 在修法的過程當中 都是立法委員片面的在 做這些修法的動作 再加上我們有一個很奇怪的單位叫做NCC 我一直覺得NCC是一個非常荒謬的單位 該管的事情 眼睛 他NCC有沒有長眼睛 從去年6月開始到今年的8月 足足一年多的時間 年代跟益電視播一模一樣的新聞 放在兩個頻道 NCC沒有做出任何的糾正 當初伊甸市要轉移股份的時候 承諾給NCC的這些內容 NCC有來查過一次嗎 他做出的承諾有做到嗎 沒有 沒有一樣做到 我們去找NCC NCC回答的東西就是奇怪 他講是不是中文 我都懷疑我是不是中國人 我可能問一個問題 你只要告訴我yes or no 或者說我們再考慮 他可以花一個小時講一些廢話 我不曉得NCC有什麼用啦 我相當質疑NCC這個單位的存在 他對於台灣電視媒體 到底有沒有任何的幫助 還是助紂為虐 他們有沒有針對就是你 在或是他們入主之後 就是這樣不好的作為 據我所知沒有 你可以去查 你可以問跑NCC主跑的記者 從去年4月15號 我們決定要賣給年代集團之後 到6月份交接 到今年一整年這樣子下來 NCC有再度關心過一次 一定是或者是年代嗎 有沒有 這麼大的一個機構有沒有 這麼大的一個機構有沒有 我沒有感覺 他也沒有來找我 我們要去找他 還要去公文啊 約時間啊 弄了半天啊 然後一問他什麼問題 我們要去推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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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希望 我們不知道不知道 那那個勞動局這邊的部分 勞動局非常積極 我要這樣講 台北市的勞動局 我們非常感謝他 在這一段我們的 勞資爭議的過程當中 因為我們不懂法令 雖然我們是記者 但是我們要回頭去看法令的時候 你看到法令一大本 我們常常會引述 不對的法令條文 但是我們在 詢問的過程當中 勞動局一直給我們 很大的資訊的提供 還有給我們很大的資訊提供 那甚至在解釋法令的過程當中 它的反應速度也很快 這是我們必須要給它 非常正面的評價 但是由於我們現在的法令 訂定的內容啊 不是片面有利於資方 No 是完全導向資方 我們現在的勞動基準法 的訂定內容 你注意看的話 它真的是導向資方 我勞方想要做任何一個動作 是非常困難的 為什麼我們到今天 8月14號才取得罷工權 我剛剛跟你解釋 我們為什麼花這麼長的時間 取得罷工權 我們從正義行程 到取得罷工權 當中有多少樣的動作 多少樣的關卡要過 一關一關的這樣過 其實很不容易 為什麼過去報社或電視台 他們要取得罷工權的過程 會這麼複雜這麼難 就是這樣 你必須完成每一項的法律的過程 我們現在全部都完備了 今天中午12點整的時候 我們拿到了罷工權 確定 我們伊甸市在過去在李老闆的那個時代 最大的時候曾經到1100多個人 伊甸市 後來陸續因為沒辦法上架嘛 所以把財經台也砍掉了 然後把一些不必要人也砍掉了 在交易之前還有六七百人 交易過後到去年的七月一號 大概剩下三百一十個人 從1000多人 瑞減到三百多人 三百一十個人 現在的伊甸市大概更少了 我們的會員也從六百七十個人 去年的四月份還有六百七十幾個 七十五個 到現在剩下兩百零四人 所以當中的落差是非常大的 那當然留在伊甸市的人 很多人是希望伊甸市 是事實上最早全數位化的一個電視台 結果我們現在落後了 伊甸市過去是最早 比蘋果還要早的即時新聞 是做得最好的 我們現在拱手讓給蘋果了 伊甸市過去的新聞採訪的深度 是各家電視台最棒的 現在呢不要鬧了 在這一年當中我們的落差實在非常大 我們在不得已的狀況之下 按照法律的過程取得的罷工權 這是我們必須要做的 這個罷工權的過程不成全 實際上應該從去年的 去年的十二月三十一號晚上七點半開始說 對 因為去年的十二月三十一號晚上七點半 年代集團突然無預警就貼了一張公告 就片面的把原本伊甸市 勞資雙方的權力義務做了大幅的修改 在完全沒有匯資工會的狀況之下 你也搞清楚喔 當初伊甸市要交易的時候 一次要裁掉三百人四百人 這是多困難的一個抉擇 資方非常非常的難過 他也知道工會會有很嚴重的反彈 他還是把工會請去的 還是跟我們面對面的談的 我們把他臭罵了一頓 他還是聽了 因為立即可以看到三四百個人沒有工作 人家還是正面面對 你不可以這麼大一間公司是玩這種 玩這種鼠目寸光 玩這種這算什麼啊 我真的不懂 這麼大的一個規則的修改 你完全沒有通知 就直接貼公告就算數了 其實內容還滿多的啦 包含要開始要打卡 以前伊甸市是不用打卡的 包含五一勞動節不能修了 沒有摘房價了 全新命價取消了 包含多啦 反正他拉拉喳喳一堆啊 公告還不是一張啊 好像三張吧 兩張公告內文 一張刑事厲害之類的 三張巴拉一貼出來 本來去年大家還相安無事的 就是這個公告一貼出來 他也沒有先知會我們 公告一貼出來後 就是瞬間大反彈 所有的訊息通通到我這邊來 那你想想看 工會瞬間承受到多少的壓力 瞬間的壓力非常大 那我們當然就把這個東西拿出來 問他你怎麼可以這樣 你怎麼可以這樣 他就不理會你啊 你怎麼辦 好這樣講 五一勞動節 不是所有的勞工都可以休假 比方說軍方、警方、教師、公務員 沒有 他們叫做調移工時 就是你每兩週 上班時數在80小時 含以下的 他就可以不休五一勞動節 兩週上班超過84小時的 就要休五一勞動節 資方說我們公司規定 一天上班是八小時 所以一個禮拜上五天班 所以一個禮拜是40小時 兩個禮拜是80小時 所以你沒有勞動節 這樣對嗎 這真的也說瞎話 你就把打卡記錄拿出來算 OK 那如果你是這樣講的話 那我接受 每個人每天上班9小時 因為中間還一個小時休息 9小時以後 你加班費全部算給我 我五一勞動節不再跟你爭 你不算啊 他說他們公司說內規規定 每天要上班13個小時 可以補半天假 那種加班123 一個兩個三個小時 沒有加班費 這樣對嗎 勞動節已經勞動檢查啦 確實啊 我們告訴的 我剛剛講啦 罰2萬 罰16萬 罰30萬 你能罰他總資產的10%嗎 如果你敢這樣罰他 才有用啊 就是沒有啊 所以我告訴你今天 我們的法令都有罰則 但是對資方來講 是無關痛癢的 但對勞方來講 卻是天差地別的啊 一樣罰2萬 那對你我來講就會痛囉 對不對 當然對一個上億的公司來講 罰2萬 笑死人了 說難聽點 這間採訪車 每個司機腳上多採兩下油門就2萬了 二十幾台採訪車啊 他每個禮拜只要用力採三下油門就好了 你覺得要不要2萬 但是我們不一樣啊 我們200就是錢 對一個上億的公司來講 2萬算什麼 罰2萬 那是哪一年令的條文啊 然後 他是罰什麼啊 2萬金子嗎 還是那個法令是康熙年間訂的啊 這政府不知民間幾乎到這種地步啊 為什麼台灣勞工 為什麼台灣的痛苦指數會這麼高 欸你有沒有想過喔 我們是媒體喔 伊電視是媒體喔 伊電視的抗爭行動不是今天開始的喔 是從今年的1月1號開始的喔 陸續到現在7個多月的時間 你看過哪一家電視媒體報過 沒有 為什麼沒有 為什麼不能報呢 那你覺得媒體有公正客觀嗎 台灣月聽眾你想清楚喔 我這樣講 今天我們1電視 如果我們1電視發生了什麼狀況 我要不要報 1電視有公安事件 1電視有公安事件 我這樣很不好 比方說1電視發生了一個公安事件 要不要報 當然要 這是有關月聽權的權益啊 你怎麼可以去管他是哪一家媒體呢 因為是電子媒體所以我們大家都不報 是這樣子嗎 等到哪一天1電視的畫面出現卡拉爸呢 那觀眾不是很莫名其妙 怎麼突然就出現一個卡拉爸了 到今天有罷工 終於有人來採訪我們了 對不對 我們罷工全拿到手 才有人來採訪我們 快過去呢 如果今天哪一天 你打開1電視的時候 看到只有卡拉爸 或是黑畫面的時候 全部的月聽眾會覺得很奇怪啊 他說1電視公會在亂搞啊 你怎麼可以把 你怎麼可以瞬間就把這個電視台斷掉了呢 我們是瞬間嗎 不是喔 從今年1月1號開始搞到現在喔 這是很離譜的啊 那其他電視台為什麼不報 公共電視你總該報吧 那所以未來這個 你們已經證明到勞動權這個部分 這叫罷工權 罷工權 是 那未來你們會有做任何的行動 或是任何的現象 行動馬上就會有 因為今天才剛取得罷工權 我們立即就開了李建市的會議 那李建市會議的話 我們除了罷工權取得之外 我們在之前在勞動局 已經取得爭議權了 所謂的爭議權就是 我可以在公司做 任何爭議行為 但是不能影響公司的運作 例如爭議行為 我可以戴一點帽子啊 我不服啊 我不高興啊 對啊 公司霸凌 我有沒有影響到公司 沒有 新聞還是可以繼續旅行 但是我可以戴一點帽子 我可不戴個眼鏡 可以啊 我可以做任何的爭議行為 我們會陸續有爭議行為出現 然後接下來才會有罷工的行動 今天下午 中午過後 中午過後 資棒有打電話來 他也是派 年代的人事 人事部門有一個人打電話來 問我們要不要罷工 我說我沒有說我要罷工啊 我說我們取得罷工權啊 對 我們就告訴他我們取得罷工權 我們現在的做法就是請他再回到談判桌上來 很簡單 我剛剛提出來的三樣東西 你給我善意的回應 未來你要做出任何的手段 你要先跟公會 我跟你講啦 只要他依法行事 就不會有今天任何的事情 今天的前提就是因為他們不但違法 而且他不願意跟公會協調 也不願意跟公會協商 他的態度太惡霸了 他一副就是 我給你飯吃的喔 你還有什麼好囉嗦的 他就是這種態度 你才會引起這麼大的反彈 那當然 現在大部分人是一直離職一直離職 在這個過程當中 一定是有很多新進的人進來喔 每個月還是陸續有人離職喔 一家不到300人的公司 每個月有10到15個人走 你覺得這家公司怎麼了 我們現在只有要求很簡單 你要修改任何的勞資雙方的協議 你要經過公會的對談 你沒有經過跟公會充分溝通 你片面的修改了所有的勞資的協議的內容 公會全部不承認 就這樣